品科技聊经济 大家好 我是猫眼 最近的比特币时不时的 就是上下财经头条 不是暴涨就是暴跌 而且伴随着涨跌 每天都会有几十万人 因为爆仓而血泊无归 对于圈内的人 恐怕早就见怪不惯了 但是在看到一些评论的时候 发现很多圈儿的朋友 都在下边问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爆仓呢 今天猫眼就简单的 跟大家梳理一下 为什么比特币 每天动不动就几十万人 爆仓而血泊无归 欢迎关注猫眼的频道 闲来的话也可以翻番起的内容 我们身边大部分炒A股的朋友们 大都没有接触到融资融券的业务 所以对于保证金交易 了解的也并不是很多 什么情况下会爆仓呢 咱们举个例子 比如现在的比特币价格 是5万美元一个 也就是你要花5万美元现金 才能买到一个比特币 但是在加密货币市场上 可以进行加杠杆的操作 而加杠杆的方式有很多 比如比特币期货 比特币合约 比特币杠杆账户 比特币期权等等的 咱们就拿火币网的 比特币杠杆账户来说吧 交易基准依然是比特币的实时价格 比如你只有1万美元 你就可以通过比特币杠杆 账户去买到一个比特币 剩下的4万美元 是怎么来的呢 这剩下的钱平台帮你出了 人家借给你钱 你总要付给人家一些利息吧 你要问了平台把这么多钱借给你 不怕你把钱给人家亏光了吗 平台当然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于是就有了强制平仓的操作 打个比方 现在你看好比特币未来会上涨 于是你就用1万美元 加了5倍的杠杆 来开仓一个价值5万美元的比特币 相当于你只投入了现货 比特币价格20%的保证金 那一天后比特币的走势果真如你所料 开始猛涨了 并且上涨了20% 如果你手里拥有5万美元的现货比特币 你就赚了1万美元 收益率是20% 现在你利用1万美元加了5B的杠杆后 你的比特币合约也上涨了20% 你也赚到了1万美元 但是你的本金只有一万 所以你的收益率是100% 很疯狂吧 这是你做对了方向的情况下 而如果你做反了方向的情况下 同样刺激 如果一天后 比特币的走势开始掉头向下 猛跌了20% 那么你的比特币也就跌了1万美元 此时就相当于你已经把你的1万美元的 保证金亏完了 如果再继续亏下去 岂不是连平台的钱都要亏进去了 于是平台就会果断的帮你清仓 不等你完全亏完 就把你的比特币给卖掉了 是会人家借给你的钱 和人家应收的利息 这就是强制平仓 而你的1万美元全部损失 就被称之为是爆仓 真正的是血本无归 当然了 火币的杠杆账户 也只能加5倍的杠杆 如果你还嫌这不够刺激 还有更加刺激的 风险与收益都是成正比的 超高的收益与之相对的 也就是超高的风险 如果你是超高风险的玩家 那么比特币合约账户 会让你体验一把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的感觉 因为这个产品拥有高达125倍的杠杆 咱们假设你玩的是100倍的杠杆吧 你用500美元就可以撬动5万美元的比特币合约 就是比特币涨1% 你就有100%的收益 跌1% 你就会血本无归 够刺激吧 而这天堂与地狱之间的感受 可能也就是十几二十分钟的事吧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前几天接受采访时 说我不认为比特币已被用作一种广泛的交易手段 就其用途而言 我担心它通常会被用于非法融资 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的交易方式 而且处理这些交易所消耗的能量是惊人的 就是这么一个表态 就让比特币的价格瞬间闪崩了16% 而四小时内更是跌幅达到了20% 惊魂跳水暴跌1万美金 真真的是耶伦一句话 比特币抖三抖 这让那些加了5B杠杆以上 并且做多的人们瞬间爆藏 看有位网友说 说周一的时候当天加密货币平台堵塞 想追加保证金 可是连账号都登录不上去 眼睁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账户被强制平仓 真的是欲哭无泪 这还没完 当你以为做多的很多人被爆仓的时候 比特币在跌破48000美元之后 又迅速拉升到54000美元以上 又急速的上升了12% 让一波大杠杆做空的人 同样给搞爆仓了 要不然周一一天 怎么会有49万人给搞爆仓了呢 当然了做习惯了A股的股民 真要是到了加密货币权 那还真是很难适应 但人性中有些东西真的不是 你能克服就能克服的 贪婪这东西 特别是在加密货币权 更是被无情的放大 只是不知道 在全球金融市场 都有一席之地的中国大妈们 不知道在币权 这波不可思议的行情中 到底出手了没有 在一个比特币能买到一公斤黄金的 当下您觉得未来的比特币会怎么样呢 欢迎留言评论 都看完了 就顺便点个赞呗 感谢观众摩扰的频道 下期再见